謝謝 表達會共同主持人鐵路局張紀長 還有我們鐵路公會張理事長 現場議會的長官包括剛剛李錫我們的林部長 交通部的黃參士 還有我們張華龍理事長 以及我們鄭光敏理事長 還有彭護理事長 還有黃仲華理事長 以及現場所有工會的理事長 以及接受表揚的某萬勞工 以及我們台鐵級非常辛苦的各位長官好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特別的日子表揚特別的某萬勞工 今天是我們鐵路公會 舉辦一年一度的某萬勞工表達會 那我首先也請代表全國主公會 向我們接受表揚的66位某萬勞工 表示最高之勁力 感謝你們在職場上 對整個國家經濟的付出 這樣的機會 向你們大聲的說一聲 謝謝你們 非常感謝你們 那同時我剛剛也看了VCR 我內心只有兩句話 第一句話叫感動 第二句話叫感謝 那尤其鐵路旗能夠在職場安全 以及理科安全的部分 做了非常周遭的一個設計 那當然也讓我們所有的乘客 大家能夠感到非常的溫馨 而且感到非常的安全 當然我也向各位報告一個小秘密 事實上在去年我一個親戚 他要來報考台鐵局 我跟他講說 你為什麼要報考台鐵局 他說他從小的時候 就做所謂的鐵路 從彰化到台中 那當然他一心一意 能夠希望進入台鐵局 那當然我跟他建議 我說依照我所了解 台鐵局在整個國公里事業裡面 他的待遇算是比較低的 他的待遇算是比較低的 但是他本身對於這個職場 他非常的喜歡 那當然我也就有機會 向各位做一個報告 事實上我過去服務在立法院十年 要如何能夠改善我們整個薪資結構 我當初在立法院裡做了一個 非常大的努力 但是到最後是福祉而終 最主要是希望能夠 減請能夠修改鐵路法 以及國有財產法 能夠讓我們鐵路局 本身在全國各地 有很多非常地人好的一個地方 能夠去做一個投資以及改善 我相信既必定 能夠翻轉我們的經濟結構 我們的薪資結構 那我希望的機會 只是本來要向林部長 做一個建議 因為他剛剛剛好離期 也沒有聽到這一期話 那當然我也希望的機會 向大家來復勉吃 當然我們本身 要以台鐵工會為榮 大家共同來支持我們自己的工會 我記得我過去 只要有鐵路工會 他有任何的一個活動 分分正那 只要他送電話給我通知 我都每天都搞 我又不搞 如果我現在沒有在設立我委員 你當時我聽著說 鐵路工會要到立法院 以及行政院去陳情 我也前程配同 最主要是我本身 發覺我們鐵路局 事實上所有的員工 非常的可愛 在新出結構 不是非常的情況之下 大家還能夠堅守崗位 對整個所有的 台灣的交通網路的付出 也這樣的機會 再一次表示謝意 那同時也希望 我們資方這一邊 也能夠多多 來關懷我們的勞方 那尤其剛剛 我們林部長有提到一句話 他說所謂的員工福利 那我剛剛跟張理事長 非常感動 我們人鐵鐵打破了 所以主要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本身 所謂的加班會這個部分 那也期待在交通部 的抽選之下 大家能夠兩兆 都能夠得到 最好的一個結果 我相信 對整體台灣 未來鐵路的發展 畢竟正面的一個發展 那以上幾點 向大家做報告 那也再一次代表 全國總工會 感謝我們張局長 因為我剛剛坐在那邊 注意看我們張局長 有沒有一個動作 我發現他 非常的具有親和力 非常具有親和力 剛剛我們我勞工只要下台 他馬上去跟他握手 所以說那一幕也看我 歷歷在幕 那我非常的感動 所以說 我認為張局長 是一個非常好的局長 那也掙著機會 再一次向你表示謝意 最後也祝我們今天 表揚大會順利 圓滿成功 也再一次 感謝所有的鐵路局 對台灣交通運輸的貢獻 向你們大聲的說一聲 謝謝你們 非常感謝大家 祝福大家 萬事皆如意 勞工勝利 勞工萬事 感謝大家 也再次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張局長